7月25由张艺兴主演,南太三叔所创作的《黄金铜关威》,发布了一条最新视频微博,放出了张艺兴在片场的幕后花絮。 视频中的张艺兴在一次化身片场开心过,一会要找爷爷,一会不要炫热演技,彰显同伴之间的默契,在片场提的不行。 花絮视频的开始,就是张艺兴以及《日中》的其他两位演员围在一起,很专注地研究张艺兴受伤的台词本,张艺兴和同伴看着台词本,口中还默默地把这句台词念了出来,冥冥知极而糟糟, 在很认真地研究完剧本,大家都觉得很OK之后,就散开了,张艺兴突然发现有摄像机在拍他,于是对着摄像机表演的一般和其他演员之间的默契配合。 张艺兴站在一个男演员的身边对着摄像机说,我们就是非常好的配合,都不用说的,然后突然两眼一闭,假装自己晕过去了,而本来在旁边东张西望的男演员, 看到他这么说,然后又突然晕过去,一脸无奈地拿一只胳膊扑着朝他倒下来的张艺兴,然后张艺兴起来,一脸得意地说,还不错啊,看着张艺兴一个人一边走一边背台词,以为他开始用心地记台词了,结果走着走着,皮皮兴就开始飙演技。 一句爷爷很正常的台词,硬生生被张艺兴说成了搞笑片段,看着张艺兴的表情,你行走的颜艺兴已上线,表情包拿好。 听完了的张艺兴,镜头画面一转,就到了一个昏暗的小房子的角落里,默默往嘴巴里面塞巧克力,吃得津津又味的,一边吃还一边跟导演讨论自己的词,还准备向导演表演一下这句台词怎么说,并且十分认真的酝酿着情绪。 结果在准备说台词的时候,被导演的一句傻样子,瞬间破功,女演员看到张艺兴在吃巧克力,还问他哪里来的,结果迷糊的张艺兴以为女演员问他台词哪里来的,还举着台词本准背面给女演员听。 女演员只好默默的加了几个字重问,你这哪里来的巧克力,往嘴里塞巧克力的张艺兴,毫不犹豫的就把在场的录音组给出卖了,女演员就跑去问录音组要巧克力,说这是童年的味道,拿到巧克力之后,一口就全部塞进了嘴里,再对比一小口一小口吃的张艺兴,感觉好像有哪里不对劲,不知道张艺兴接下来要演的是一场什么样的。 张艺兴突然就跟导演提到了床上翻滚,还问导演是不是自己的一个人翻滚,还好导演一正言辞的告诉他,只能一个人滚,不然贝壳们脑补出来的画面,就已经能出一部新的马力速剧了。 张艺兴在听到导演的回答后,还现场唱起了歌,我抱着回忆一个人睡,如此调皮可爱的张艺兴。 你喜欢吗?文章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,网络。 我搅拟一下。 我需要大家来观看,我们按照项事情。 我们选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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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选择。 感谢观看